今天大家都很期待,因为罗小平博士早年,我们都知道,十二大的时候,习近平刚要上来,他的文章,党天下的总理问题曾经风靡一时,对吧? 而且我最近,我这几天,我又看了一遍,我觉得他这个文章现在依然有效,而且呢,我曾经在这个林安游那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写的前言就是说,林安游那个论中国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本必读的政治教科书啊,我觉得现在要添一本,就是罗小平的党天下的总理问题,也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必读教材,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么认为。 所以今天呢,对对对,必须的,必须的,小平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现在已经不是党天下,已经是习天下,你这个,曾经你那个文章就提了,党天下,家天下,现在就是变成家天下了,还有没有总理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来聆听你这个啊,做中青发言,好,谢谢啊,时间交给你们了。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特别是从前面几位发言人,我都得到了,很有营养的东西,就是说有一些真知左见,特别是这个,高律师讲到了中国这个,总部和特务统治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我在很大程度上, 不是这个可能性,我的心思呢,就是说中国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因为我作为一个搞这个政策俗称,当然在加入这个,当时这个,我们曾经给我们组织这个自发的这么一个智能团之前吧, 我曾经也是一个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同时这个,对于西南民主墙啊,对于这个都非常关注,后来我的一个直觉呢,就发现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鱼龙混杂,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些红二代呢,是,这个右倾的是比较厉害的,我也算是一个吧, 但是呢,这个,这个,这个,你要看到里面,就是,反共反暴的人里面呢,很多人呢,他是有那种复仇意识的,所以这个,那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呢,对这个鱼二代是有震撼的,呃,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说六四里面具有这么一个因素,就鱼二代,鱼二代的这个, 在改革的这个时候呢,有一批人是非常的热心,而且非常的,也可以说六四吧,也可以很理想化的,其中呢,我知道的一个故事就是,就是周荣新的女儿,周少华,就是说她呢,是这个,呃, 她当时,比如说,对深圳改革的经验,呃,改革的这个方式方案,呃,她提出的方案是最极端的,她认为,当时中央是准备发特区币,就说,就干脆把特区给隔绝开来, 那么这个深圳的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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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換代的確診的本能一下就出來了 所以六四老鄧不惜下那麼大的狠手 就是說這個後面的故事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紅二代在裡面起了什麼作用 這個也是一個其實還沒有完全 回到他們今天的主題來 所以這期天我也一直在想的一件事 大概就是怎麼理解這個李牆的死 陰謀論是很那個什麼的 那麼我不大相信老習是直接策劃了他的死法 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但從剛才我說的這樣一個 中國的這種帝王之術的角度來講 就是我同意無憑的那個 就是說那擺著如果習近平有個三長兩長 或者他也出現了突然的狀況 那麼李克強是一個現成的這個角色 這個現成的這個戈爾巴喬夫 對吧 而且他比戈爾巴喬夫的條件 他有好多動物 因為戈爾巴喬夫那個時候那個無知啊 戈爾巴喬夫其實是蘇聯那個團態 他也是無知 人是好人 但是也無知 另外一個沒幹過具體的事 你看戈爾巴喬夫撰 他的這個實際上當地的人 對他的治理的表現並不滿意 團派不幹事就是這種 但仍好而且有點傻 就是說其實在這些意義上 這個中國的團派也有戈爾巴喬夫那一面 就是說他們是在一個相對的 這個穩定的局面下上去的 其實他們真正對這種集權政治和靶陸的 我現在對這個陸權海權的問題很感興趣 陸權的這個宮廷之鬥 那是遠遠超過海權的 就是說海權也有 但是他們受到這個海權的 特殊的這個政策環境的約束 不可能在殘暴方面走得太遠 否則就搬船的這個可能性就更大 而陸權沒有什麼翻船不翻船的問題 就是你死我國的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在我們中國這個 這個政治文化的演化中間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因素 以後可以再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 那麽李克強之死呢 對未來提出來的問題 我想到這個前面幾位也都都說了 我覺得也 但最主要的問題呢 就是說中國的整個大環境確實變了 這個怎麼理解中國現在所屬的大環境 中國國內的大環境和它國際的大環境 這個東西呢 現在這個 我也沒有一個太完整的清晰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今天我們討論的比較欠缺的 我覺得聽了幾位以後 特別是剛才余平提出了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覺得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說習近平 也不是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獎走了 那麼 中國是不是就是說 習近平建這個習天下 那也就做一件一個如此大型的一個北朝鮮 我不太同意中國有這個 曼斯拉夫的 不是 這個羅馬尼亞的兩人 中國 它的國際地位 它的這個情況跟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羅馬尼亞情況還是有很大差別 中國的這個脆斷的話 那不僅僅是中國的災難 那也是世界的災難 那麼這樣的話呢 也是 對世界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 所以今天那個 剛好進講的這個 這個特務統治的問題 恐怖統治的問題 這就是 他搞得成搞不成 對吧 這就是 全世界的這個關注的一件事情 也是當然更是我們中國人關注的一件事情 那麼現在呢 在這個問題上呢 我的態度跟這個很多預測的人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 我說這個 我最近也是在一個好像是一個廣告中間 看到了這麼一句話 就是說 未來呢 不是預測出來的 未來是存放出來的 現在就是說 作為我們中國關心 中國的命運的這個知識分子也好 或者是各種的有政治報復的人也好 我覺得 我覺得我今天想強調的一個技術 就是說 我們有別的入美 不僅僅在價值層面上 我覺得像李克強啊 這個君濤啊那時候啊 在價值這個層面上其實是 好像已經沒有問題了 對吧 這個 只不過是一個路線的問題 個人的路線的問題 但是呢 但是呢 這個恐怕只有個人的路線問題不行的 所以在這個方面呢 在這個方面呢 就牽涉到我們對這個李克強 包括甚至就是 這個胡錦濤 他們這一代人的這個 這個層架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人的敘事呢 中國人的敘事呢 比較強調道德 比較強調他是不是有這種 謀略 是吧 這個 但是我覺得 我們忽視的一個問 比較忽視的 就是當時這個軍事的不足 你說胡錦濤是個壞人嗎 但是胡錦濤給中國的這個 帶來的這個負面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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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 他有一種 這個跟外國 他受了西方西洋的影響 所以江澤民在 跟這個克林頓的時候是做了一個秘密交易的 這個秘密交易就是說 美國人 這個不再把中國的人權與貿易問題掛鉤 那麼江澤民呢 就答應了 這個美國 國務院每年 用八千萬美元 來這個 支持中國的人權的相關的 包括法治建設呀 包括勞工權利呀 我怎麼知道這件事上 因為我參與過這個 花過這個錢 就是說 這個 在中國的勞工文權的時候 我參與過這個事兒 這個錢實際上說 這八千萬美元 是的 所以我現在要在中國呢 肯定也是消費抓起來了 就是 你不怪我 就是 就是說 其實這是雙方的一個協議 但是胡錦濤就把這個推翻了 推翻了呢 胡錦濤呢 他呢 就是說 他也不是說 他是一個壞人 他就認為這個不就是和平演戰嗎 你江澤民不就是 他接受了這個和平演戰 所以胡錦濤呢 是想走另外一條路 但是胡錦濤呢 就沒這本事 對吧 經濟他也不懂 我們什麼也不懂 所以胡錦濤本來是處在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就當時 這個 他是有機會的 但是呢 他不知道該幹什麼 那麼 現在呢 等於就是 這個 紅二代裡邊 就是最代表中國那種 這個 幾千年來的那種殺戮文化 這種改朝換代的這種東西 成了一個最基本的主旋律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就是說 那我們要走這條路嗎 即使這條路走不通 那這個 我們有 就是說我們要等著它走不通 再來想哲嗎 是吧 這是我腦子裡面想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 我今天在這個問題上呢 我也就不可能展開了 這是我自己關心的這個問題 補充一個細節呢 就是說 這個你也看到這個 因為我為什麼對這個 李克強的這個狀態呢 我是也有個人的經驗 我這一位以前的 也談不上是朋友吧 其實我也不喜歡 但我們的一個合作者 相當密切的合作者 我也不講他的名字 我現在在那個 更高級的監獄裡 他是這個 李克強的這個 一個幫助李克強 搜索各方面的思想啊 見解啊 就李克強呢 其實是很注意學習這個 但他學習的手段呢 就是這樣 是通過他信任的這麼一個人 去幫他蒐集 是吧 他也 他可能也看一些書 這一方面反映了 他是想認真製摩的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可見 他的這個治國的這個知識 和這個信息來講 就可憐 這個 這個 這個在這樣的情況啊 你就是 又想生入物理而固然 還要想成就這個 根本成就這個 治國的這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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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的話 那根本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現在我覺得 我覺得 一方面呢 我覺得我們中國呢 這個 通過這幾十年呢 已經這個 成為這個世界的一個 舉重輕重的 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打國的角色 那一方面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呢 這是我們處在 我們最可怕的那種 原始的生存本 這麼一個造成 這個是 這樣一個反差呢 是令人有點不寒而立的 所以呢 我就回到我的這個話來講 我就是說 未來不是被預測出來的 未來是被創造出來的 對我們所有關心中國人的這個 前途命運 關心這個 人類的這個安慰的人講 我覺得 我們來怎麼樣面對這個 這個挑戰 這個時代 這是李特強的死 對我的這個啟示 謝謝 我就講這麼多吧 好 對 這句話很重要 未來 不是預測出來的 是我們創造出來的 很精彩 這句話 不是霸現的 是創造的 對 就是都在我們的上 各大現的話 第一個問題 各大教授就問 好憲法 是發現的 還是創造的 對 行 這個 剛才我就提到他這個 羅曉鋒博 早年那個黨天下的總理問題 他就提到很大的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核心觀點嘛 就是中國這個歷史 就是我們都在 早就說了 這個幾千年就是情治 兩千年就是情治 情治的 這個一個核心問題 就是 皇帝和宰相 宰相之間的這個 權力 權力結構 現在宰相沒有了 本來就是 宰相存在 就是對皇帝 這個幾千年來這個皇帝 他還是受到一定職約的 現在這個 現在變成這個 我們沒有宰相了 這個 剛才我們就說 習天下了 就不存在總理問題 現在李強就是一個小跟班了 對吧 那麼現在這個 這個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 他 他 還能夠得瑟多久 這是一個問題 雖然剛才 國內人講的 這個 被拿下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他被推翻的可能性 有沒有 對吧 這是我們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說 這個未來不是預測的 就是 這是創造 啊